如果四位都單身 你要從中選擇一位 實際相組下來我覺得KID 我應該無法接受 我以為你要選他 上傳了各位男嘉賓四選一 KID最先被忠搖淘汰 連秀民也KID也動沒掉 最熱血的實境節目 上傳了各位第一集剛開播 就獲得大量好評 他們最後花費60小時 橫跨260公里 划船前往日本石原島 戲劇女神鐘瑤 日前的名人說專訪 也分享節目背後密集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上廁所 因為我有聽說 有一些人直接 排離解放 對 其實我們大部分 都是這樣 大還是小 只有小啦 大的話船上還是有馬桶 我來解釋 就是我們通常是 出發的時候 我們會每兩小時換一艘 就算是接力 平時它是可以預防海水 就是噴進來 然後就會讓那個船不能積水 所以如果你在兩小時內 你真的有內疾 你要嘛就是把那個船水群脫掉 然後跳到海裡尿 要嘛就是跟你的隊友先講好 因為他那個你們是通的 但現在回想起來感覺 應該還是算值得吧 接了這個節目 當然值得啊 因為我覺得人生 一生當中 可以有這麼好的機會 很難 中間沒有想放棄嗎 因為女生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會有MC來的狀態 我跟你說 我就是這麼倒楣 出發那一天是我MC的第一天 然後我跟艾美 就是我們算準了 就是那一天 大概幾天前就 有詢問過婦產科醫師 希望可以給我們就是眼睛 這是一些比較科學 有個人身體的部分 就是你吃了那個眼睛藥的時候 你身體其實還是一直處於就是 像生理期的部分 其實也都不是很舒服的狀態 後來就還好我們滑完的時候 才停止吃那個眼睛藥 然後他就來了 最後一題 還有一題 我們先拋開 你這四位男性團員有加累的部分 我們都先拋開了 如果四位都單身 你要從中選擇一位 跟他們細水長流的 細水長流 實際相處下來 我覺得KID 我應該無法接受 我以為你要選他 所以他是第一個被刪除的 因為我覺得KID真的太適合當兄妹了 其實我本來大家心想說一定要選帥的 應該要選胡宇威對不對 但實際下來我跟宇威相處下來 我就宇威太完美了 但仔細想想 我覺得這幾個都是假象 是不是 我跟你講他眼中有皺紋 他笑起來有皺紋了 蒼憲的話 跟他肚子高一點就完美了 才有啦 我跟郭哥相處起來 就是他是比較木納型的男生 因為他說他跟女生聊天他會害羞 OK 所以你覺得這種類型 你比較喜歡 可是我也很喜歡蔡湘憲的個性 因為他太可愛了 然後他太好相處 那你就是身高 所以要選個性的話 我會選長線 OK 那如果你說要選就是 他是我未來孩子的爸爸 是一個好爸爸 有擔當 有肩膀 應該是覺得